今天的第一个单项是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 在今天上午呢是完成了这个项目预赛的较量 我们已经看到了孙杨还是中国游泳队当之无愧的人气最高的选手之一 那也是有很多的泳迷专程来到青岛来支持他们的偶像 在这组里边呢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运动员就是基辛吉 这也是山东级的运动员 他呢在去年也参加了亚运会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在今天晚间将要进行的各个单项的情况 以及比赛开始的时间 首先要进行的就是男子400字的决赛 这个项目呢也是两枪来完成较量的 一般来说啊就是在游泳比赛里面比较短的项目 它是由预复决三个阶段 中长距离的项目呢就是由两个阶段来进行 另外接下来是两个半决赛的比赛 分别是女子100米蝶泳和男子50米蝶泳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男子400米自由泳 进入到决赛的八位选手 他们的一个到此的情况 孙杨在预赛当中是排在第一位的 三分四十九秒零四 所以在今天呢是四道出场 那我们从进入决赛的这些运动员里呢 也能看到就是这其中呢浙江运动员有四个 然后山东运动员有三个入选 所以也看出我们这两个省事在400米项目上的一个优势 浙江队啊 他们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集团的优势的 包括男子和女子项目在各个单向上都是有比较强的一个竞争力 我们主要真的是在国内的比赛 那么山东队您刚才也提到有三位选手 我看了一下相对都比较年轻 除了季辛杰是97年的之外 其他的两位应该都是00后的选手 对 这个成龙呢也是在去年也有一些展示 这个孟瑞呢是比较新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参加到决赛的选手 他们的到此的安排 八道是来自浙江的郑瑞 一道吴宇航同样也是来自浙江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 那他的进级成绩是3分54秒81 七道张子阳来自湖北的张子阳 那我们的孙杨呢在去年的亚音会上 牛出了3分42秒92的成绩 也排在了2018年世界排名第一 这位就是孟瑞来自山东的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 他的进级成绩是3分54秒71 这也是一名小将 也是在这个朱子根教练的手下 也是孟瑞的队友 成龙来自山东队的选手 他应该是2000年出生的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进级成绩是3分53秒72 排在所有选手的第三位 五道 吉星杰来自山东抗杀 吉星杰在13届军委这个项目的比赛中 获得一台 吉星杰就是来自山东的一位选手 目前呢 他应该说是在孙杨之后 又一位这个自由泳覆盖能力比较强的选手 他在国内的比赛里面100字 也拿到过冠军 那么主要的一个报向呢 就是从200到1500 他这个跟孙杨是比较重叠的 对 他也是一个以中长距离 比较擅长的一个运动员 确实是 那这位就是孙杨 奥运冠军孙杨 他也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记录 3分40秒14 孙杨呢 已经参加了从08年到现在16年 三届奥运会 正在向2020年东京奥运会 第四届奥运会发起冲击 确实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孙杨应该是在世锦赛上 不知道以后是不是还有其他队员能达到这样的成就 起码是前五古人是能够拿到最温泳项目大满贯的这样的一个选手 是的 我们看一下他们今天的表现 比赛开始 男子400米自由泳的比赛 孙杨是 晋级成绩最快 今天再次到出场 这个项目呢 一共有80位选手参加了今天上午的预赛 在预赛结束之后呢 排名前八位的运动员进入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场决赛 总体来说 这跟中长距离自由泳 他的这个年龄的分布也比较相近啊 就是大部分的选手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 只有孙杨 除了孙杨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95后 我看了看这80个参赛的人里面 有一半多都是00后的选手 您觉得这和这一项目的特点有什么相关性吗 对 一般我们的游泳运动员 从小的话都是从长距离开始 打下一个非常好的有氧基础 这样呢 因为寿命会相对长一些 但也有一些特殊的运动员 他就算删定这个短距离 一般大多数人的人都是从长距离开始练习 这和青少年的一个身体发育的特点也很相关 就是他小的时候 他的爆发力 尤其是肌肉的力量 没有那么强的情况下 那么这时候是有氧耐力 他打击出了一个好时间 是的 孙杨在一下水之后就游得比较快啊 现在150米过后 我们看到孙杨的成绩是1分22秒6 旗也想请程老师跟随孙杨的一个整个游城 给我们大概的分享一下他的一个分段成绩 孙杨呢在这个项目中呢 在世界也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水平 然后呢他呢主要特点就是 他的每一段的成绩比较平均 匀速 他是用这种匀速的这种战术来完成比赛 而且呢孙杨的动作很长 我们看到孙杨每一个动作频率不快 但是他每一滑的效果非常好 他50米大概要滑手次数是多少 30次左右 现在呢比他年轻的时候 滑水的次数稍微多了一到两次 他刚开始的时候滑水次数还是要少一些 28次29次左右 随着他年龄增长 他这个力量增加 他的动作频率呢也提高了 嗯 现在孙杨还是保持领先 每过一百啊 他领先的优势要更大一些 对 目前呢孙杨还是动作滑笑最好的一名运动员 嗯 他在世界上跟其他运动员相比 中长距离运动员里面 他的滑水效果是最好的 有人给他做过一个就是计算 嗯 他呢可以达到滑笑是6.0 然后一般的世界级选手也就是5.8级 就是没有达到过6的 所以呢孙杨就是在他的滑水幅度和速度上 这是一个系数吗还是距离 呃滑笑是一个系数 嗯 他是用呃滑水幅度和速度呃成绩的一个平方 来做的这么一个指数 也就是说代表运动员的一个效果 孙杨的滑水次效是最好的 对对 孙杨现在滑水次效还是最好的 好现在这场比赛呢是目前来看啊 孙杨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从一下水一直到现在 对 就确认自己的一个领先的地位 而且每过100领先的幅度就更大一些 嗯 孙杨获得了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冠军 成绩是3分43秒73 嗯 获得银牌的是预赛排名第二的季辛杰 孟瑞 这也是预赛排在第三位的山东选手 获得了这个效果的第三名 孙杨的这个成绩呢还是不错的啊 他3分43秒73的成绩也能排在2019年的世界第一 排在2018年的世界第二 仅次于他去年在亚运会上呃 创造的这个3分42秒的这个成绩 嗯 由此可见孙杨在今天晚上的决赛当中 壮胆还是不错啊 因为在预赛结束之后 孙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其实说了 说因为这是第一枪 这场比赛整个的第一枪 对 所以呢 多少会有一点点紧 就是哪怕是再经验丰富的运动员 他也有这样的一个进入比赛节奏的过程 相对于他去年上半年 在太原的冠军赛相比呢 他的成绩还是比去年要好 嗯 嗯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男子400米自由泳的 最终排名孙杨获得了冠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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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